48. 太陽報 正沙皇忍該早修道士 2015年7月26日國際A24 本報信 在戰爭中擊敗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 獲奉為歐洲舊西主的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據歷史記載於48歲因急病身亡 為外界一直盛傳他當年根本沒死 而是以修道士身份國皮 年隱居生活 專家近日分析阿歷山大一世及一名修道士的不 認為極有可能是同一人 於1825年 阿歷山大一世幻想班診傷寒病世 由於事出突然 加上阿歷山大以前從沒患病 更有目擊者稱他躺在觀獄的容貌改變不少 因而有謠言稱他假傳死信 其實已修道士身份隱在西伯利亞城市托穆斯克 直至1864年離世 中年87歲 此後更成為星人費奧多爾 夫之米奇 他的維脈更被奉為星脈筆 學專家鄭苗諾夫話近日將阿歷山大一世45歲時的筆 以及費奧多爾 夫之米奇的筆 作對比 認為二人的不足極為相似 推斷他們是同一人 另有專家指 阿歷山大三世的辦公室 怪有費奧多爾 夫之米奇的畫像 亦顯示兩人有關連 感谢观看